啊好像 南吾阿咪豆腐 新北大橋 新北大橋的死亡閃電彎 沒錯 台北所有的橋真的都有問題 因為每一個都是後設計的東西 然後後設計要設計的很爛 然後就是為了硬要搞車種分流 然後搞的就是大家很複雜 路不熟的在這些地方都很危險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中南部的朋友 然後第一次上來台北工作 或是環島旅行 然後你來經過這個新北大橋的話 今天這個影片你一定要好好看 這真的要保你一命 我跟你講 沒錯 好我們現在是要試著先從三重端是不是 上橋是不是 沒錯 看到了 網板橋低車轉用道有沒有 好來 走囉 你看這車道這麼小 真的蠻小的耶 對啊 你不覺得很危險嗎 好你要看到了 要看到了 要看到 好這個就是新北大橋 然後這個閃電玩道 速限30 還有 有相機耶 你現在速度多少 剛60吧 你剛剛到560 對啊現在降下來降下來 你看這裡15啊 後面有人要準備操我們車了 給他操 他騎多少 你現在15 他在這邊15 我現在35耶 他還比我快 他超速 狗狗我有醉 然後各位有沒有看到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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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旁邊有一個高級天龍人 哎呦哎呦 就剛那邊 怕爆 每個人都貼超級的啦 每個都是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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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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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XX 哈哈哈哈 大家都比我快 你看,每個都快 欸,你... 喔唷,哇,這個有六十幾喔 我覺得我要把面鏡蓋起來 等一下被撞,傷害比較低 哈哈哈哈,臭腰 然後你看,車道小,這裡又是大彎道 哇,這個真的命健耶,有沒有 厲害了吧 爛透 哦,我們都已經安下來了 是右邊哦 你被撞車了 哎呦 你被撞車了 我來看一下如果跟上速度 大概要騎到多快啊 因為條路大家都騎很快啊 XX了 欸,我不敢慢耶,我說真的 我真的不敢慢耶 因為他都騎很快啊 對啊 哎呦,然後你看這個橋蹲 XX超恐怖的 你看,後面塞車了哦 我才騎,我已經騎到六十了哦 我才騎,我已經騎到六十了哦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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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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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還沒開車都比我快啊 我剛剛60座已經超一敗了 對啊 你看各位喔 我騎60喔 是被淘車的喔 你看 每一台都比我快喔 被淘啦 不要說我XX是飆車喔 XX你啊 那邊每一個人速度都比我快喔 真的 我們都已經下來了 欸你看 阿德雷這邊是直走 紅燈加直走 XX 厲害了嗎 哇靠 厲害了嗎 我要是停下來我就被撞死了 沒錯 我們剛剛才有的資料是 這邊是2010年 這個橋開通 它就蓋好了 然後蓋好沒多久 好像是12月還是8月 對 馬上就車禍了 速限多少 30 30 然後剛剛騎多少 然後其他人騎多少 對 這個橋啊 各位知道 為什麼會做成那個閃電彎道嗎 為什麼 但是聽說它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橋墩都弄好了 有人他們視察的時候說 我忘了蓋機車道 還有忘了這種事情 還有忘了蓋機車道 所以這個機車 聽說是後來硬加的 硬補上來的就對了 對 然後硬補上來就發現 這件事情機車道你一直走一直走 會變成什麼 會撞橋墩 會撞橋墩 怎麼辦 你不可能打掉橋墩重做嘛 對不對 所以就只好繞過去 對繞過去 然後就是有一個最後的閃電彎道 這樣子 閃電彎多危險啊 而且啊 我跟大家講啊 這邊有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 對 就是你看啊 因為它是屬於斜張橋的這個設計嘛 沒錯 拉下來的鋼索 是 你看有沒有都在機車道這邊 對 而且呢 還有一個很糟糕的地方 就是它的路側設施做得非常非常的爛 當你摔車的時候 你的路側設施 不應該是讓你直接會撞死的那一種 對 所以你看像這個東西就好一點 為什麼 因為它的平滑面都是在這邊 平滑面是朝內的 對 然後你撞到的話 你這個平滑面 會讓你就是持續往前翻滾或什麼的 要緩衝的機會 可是你看這裡 那邊直接勾吐啊 對 那個對摩托車來講都是什麼 凶器 凶器 你撞了下去 你就直接掛了 對 你應該哪一邊要放平滑面 汽車道這邊啊 一定是汽車道吧 結果要把這個平滑面放在哪邊 汽車那一面 保護了更好的汽車 對 那你命見不見 見啦 見啦 你看上次講的 見啦 然後你看到我這邊的時候有沒有 靠近的時候 藥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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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台都是這樣子衝過去啊 而且你看啊 剛剛講的路側設施有沒有 變電箱啊 沒有不只邊啊 你看那個尖角 喔要求我 那個重道就再見了 那個重道就再見了啊 所以你看 他的尖角為什麼不是往那邊設計 因為你命見 我們就是劍 因為你命見 為什麼尖角是在這邊 真的 各位來看看 你知道我上次來的時候 我這個超近藥這邊怎麼做你知道嗎 怎麼做 你知道那個板子是什麼嗎 這是那個 我知道那個是那個 菜刀的砧板 不是 喔不是啊 它是軟板 來這個 你看 飛下來了 你看它是什麼 它被吹下來了 來你看它是什麼 跟大家講 那是泡棉啊 你知道為什麼要鋪嗎 這有缺口啊 對啊 你看泡棉 你知道為什麼要鋪嗎 為什麼 因為撞太多人啊 因為那是尖角 對 所以它最後怎麼看 這把他叨起來 是鋪泡棉 你知道我們的政府 然後做這個機車道 然後海底梅子出車禍 它的解決辦法是 裝泡棉 裝泡棉 來 我有新的 我有新的 耶 你看 我有新的 哇靠 那這個掉在路中間的話 碾刀就噴了啊 是啊 碾刀噴了啊 那一塊吧 那一塊 哈哈哈哈 來你看這個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個就是有沒有 你看到這個 那個摔過來有沒有 撞到這邊 然後這個可能就某個人 全部撞死在這邊 你看一下 有沒有 這整個就在凹下去有沒有 對啊 它已經變形了耶 這個已經被撞了啊 然後你看 因為撞太多了 所以這個怎麼樣 就裝泡泡棉 沒有裝新的 因為這個你看 被撞爛的有沒有 這邊是好的 這邊是壞掉的 超爛 你看那邊還有噴掉的 對啊 那邊還有噴掉的 你看這個 你們的 你們的養護 最近都在這裡了 你們花的錢養護的東西啊 有沒有 最近啊 最近都在這啊 好來來來 阿淺 來再給你看一下 等一下 它上面結什麼 人物 歐密斗魂 自橋多幅 自橋多幅 歐密斗魂 這個就是這樣子啊 這個機車道 你真的要做 好 不是不行 你為什麼不拉右邊就好 就拉到橋外就好 有沒有 右邊還比較寬有沒有 你看這邊 你人形 到底可以拉到右邊了 對啊 所以我們機車道做不到 你為什麼 要拉這裡面 然後旁邊都是什麼 都是水泥 然後這邊比較大 超大耶 那邊駕個工程 是不是就可以拉過來了 對啊 這裡就不會那麼窄了 對啊 有沒有 各位的穗金啊 穗金啊 然後有沒有 這個颱風一吹有沒有 有沒有 太水倒霉啊 被砸到啊 對啊 被砸死啊 這吹到路上 誰碾到 還是誰被刮到 就倒霉啊 都是你自己啊 然後你看 拉起來有沒有 好幾條喔 有沒有 好幾條 哇 這條好長啊 喔 然後這個有沒有 喔 XX你啊 哈哈哈哈 超扯耶 這種東西也會在路上 有沒有 然後你看一下那個 那一根 那一根柱子有沒有 有沒有 那上面都是插痕啊 插痕啊 所以就包起來 對啊 就講說沒事啊 包起來就沒事了 包起來沒事了 包起來沒事了 欸 這邊也是真的要 必死一下 台北的騎士 這沒辦法 真的 你這邊的路 已經是這樣了 你看到的時候 你真的自己就要 結束慢行 對 然後 每一台那個速度都 60-60-70 你這樣子 真的發生事故的時候 然後你旁邊 都是這種菜刀啦 都是這種條啊 然後地上一大堆垃圾啦 後來的最 你看那兩台 切超近的有沒有 貼在一起啊 撞了當然就死了 你的這個速度 真的太快了啦 大家騎慢一點啦 比較安全啦 這邊真的不要快 哎呦 你看 你騎車本來就是有快有慢 對 我不會說 騎的快的是 標載 我也不會說 騎的慢的是 三保 可是你本來就有快有慢 然後你 道路設計的人 你都是覺得怎麼樣 全部 貫在一起 你自己來騎一趟嘛 做這個大橋給人 對不對 沒錯 自己來體驗一下 自己來體驗一下 有儀的大橋 對 看你的有儀大橋啊 看你到底做了什麼鬼東西啊 告訴大家嘛 你自己來騎一趟 告訴我 你這邊速限你要做多少 你要怎麼弄 然後每年這樣子 死好幾個人 要不要負責 三立新聞網 台灣前三大新聞網站 影片累積觀看數超過30億 94要客宿 2020海美四次大選 蟬聯發燒影片第一名 人生驚嘆號 台灣最溫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 都在這裡 訂閱三立新聞網 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文藝外大小事 下載三立新聞網 APP 即時新聞 不漏接